顺着小道走 秦幽的空气和环境 让人心情也不由放松下来 当他来到甲山处的池塘边 准备坐下观鱼时 眼角却偏见甲山的一边 一名黑袍男子 正睡在那上面 他挑了挑眉 微侧过身 只见那人一手枕在手下 一手放在一侧 一脚伸直 一脚微弯 姿势惬意 那人容颜出色 一双剑眉之下 便是半眯着眼眸 因为对方眯着眼 他倒也看不清他眼底神色 那高挺的鼻子 削薄的嘴唇 还有刀削斑的面庞 合在一起 却是一张俊美出色 又充满男人魅力的刚毅容颜 最是奇怪的是 这人身上那股 意正意邪的气质 莫名让他觉得有些熟悉 但这人他可以肯定 他是没有见过的 盯着我看做什么 他的眼睛跟着睁开 朝凤九看去 当看到他时 目光微闪了一下 眼中浮现着一抹 初见时的惊艳 整个人也从假山上坐了起来 男子坐在假山上 盯着凤九看了一会儿 轻轻一跃从上面跃了下来 迈着步伐一步走向凤九 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 直勾勾地盯着他 姑娘不知方明吗 这人是在勾引他 瞧那邱波 送得跟金龙女子 有的一拼了 尤其这人是个大男人 那种怪异 绝对是刷新了他的认知 见凤九微别开眼 男子低笑 姑娘 我不是害羞了 说来是礼 我应该先自报姓名的 在下姓义 名修然 二十有期 尚未婚配 不知姑娘你 话未说完 就见女子转身就走 见此 她眸光微闪 唇角微勾 当下迈着步伐 跟了上去 姑娘 我话还没说完呢 姑娘 我对姑娘一见倾心 我义修然 自认为容貌出色 气度不凡 配姑娘正正刚好 姑娘觉得呢 听着耳边 乱七八糟的话语 凤九皱了下眉 屏下脚步 打亮她一眼 义修然 不错 正是在下 哪个小关管跑出来的 不知道这里 是什么地方吗 小关关 她嘴角一抽 低头看了下自己 像我这种 仪表堂堂 仪表人才的人物 什么样的 小关关容得下 姑娘莫说笑了 那边 阮儒找了过来 正好看见这一幕 她赶紧往前面走 才靠近 就听见诡异的声音 凉凉地传了过来 不是小关管出来的 你总冲我抛媚眼 送秋波做什么 莫不是 你眼睛抽风了 凤九好整以暇地 看着那男子 唇边的笑意 僵住了 哼 抽风是病 得治 啊 是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